行政院長陳沖上任第四天 第一次南下關西莫拉克災區的重建 到高雄三菱的大愛園區進行訪市 大愛生活重建中心福島居民 發展琉璃珠和竹燈產業 希望擴增社區商機 另外一旁的永林有機農場 也釋出一百多個工作機會 其中就有百分之九十六 禁用園區居民 陳沖肯定園區的發展商業的做法 認為這樣才有助於社區的生活重建 另外針對監察院長王建宣表示 願意以院長的位置來換部長 來推動財稅改革的工作 陳沖沒有正面回應 只表示財政部的工作 不是只有加稅減稅 陳沖表示社會所關心的資本利得稅 有很多積增時的技術性問題 這個多年來都沒有達成共識 未來會盡快進行全面檢討 再決定要不要調整稅制 記者綜合報導